伤天害理的事他们都做尽了 官爷这个结论下得 未免也太早了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他又是何人 他呀 是这家在镇上 看得在叔叔弟弟的那一位呢 这是怎么回事 你可知道欺骗官差是什么下场 官爷 老头子我绝对不敢骗您啊 他出门的时候 是说要去镇上的 对对对 我就是去镇上看我六弟去了 在镇上有事耽搁了一下 回来就晚了些 没想到被这个死丫头抓了过来 官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在镇上有事耽搁了 我可是在石平村的破庙里找到你的 你去镇上什么时候要经过石平村了 他说的可是真的 他 我 老大 不是让你早点回来吗 怎么又去石平村了 官爷 你们之前要了结论 我们家工地的意外是人为的 现在我指正这宋老大 就是他做的手脚 请官爷帮忙查证 死丫头 他是你亲大伯 你为何要这样害他 亲大伯 你莫不是忘了 因为宋周是要害死我 我爹已经自请出族了吧 我们两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刚才官爷说你们 这攻着读书人的人家 是不会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我就把这些事说说 看看算不算伤天害理 官差 官差人惊得很 直接让人把宋老大给锁了 带走 交给县太爷处理 其他的官差应了一声 就上前拿了宋老大 官爷 官爷 真的不是我呀 请官爷明查呀 官爷 事情还没查清楚 不能凭着这丫头的几句话就锁人呢 咱们借一步说话 宋辰 你是苦主 既然你指证了宋老大 可是有什么证据 如若你能拿出证据来 我们直接带人和证据去县衙 县太爷便直接给你们一个交代 我有证据 官爷 请看那手上的伤 这些伤 正是由这锯子造成的 而我们家工地上 被人动了手脚的木头 也是用这个锯子锯出来断的 官差上前打着火把一看 宋老大的手上果然有一道整齐的伤口 你 你是在哪里找到他的 我分明已经毁了他了 你不可能 老大 住口 怎么不可能找到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对我怀恨在心 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害我们 上一次是在我们家的酒席上下老鼠药 我没有找到证据 便算了 这一次又在工地上动手脚 要不是满江叔运气好 他人就没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